赤江的冰鹰路,我们还没来过 据民在里面有一家吃粤菜 同时,鱼生也很有名 所以特地留在猪场上试一试 好多人,幸运了 特地吃鱼生,你吃什么鱼生 最基本的就是鱼生 你们拿手一点的,不拿手 我上网上看什么鱼腩要厚切才好吃 但有些人喜欢薄切 没有问题的,但基本上都是厚切 厚切的口感就比较长 像三文鱼,更爽的那三文鱼 这么厉害 还有其他鱼的吗? 有,我和金鸟和鸟鸟 反正我们都在这鱼生为止 鱼腩一定要厚切 先吃鱼腩 香了又爽 鱼瘦肉很爽口 喜欢吃爽口的朋友 一定要试一试鱼瘦肉 先试完鱼生 它的花生油也很香 鱼本身有腥味都没有 你会感觉到甜味 老板推荐这个 是新鲜的鱼鱼 感觉是新鲜 如果是冰冻的鲜维 没有那么弹 也可以 但是鱼生 我觉得经验很多 第一印象就是鱼生很棒 里面非常有氛围 如果你想人少一点 就是中五零 因为中五零 好像在做特价 19.8 就可以有了 想吃漂亮的刺身鱼生 中五零 中五零 好香啊 好香啊 主场作战 廣州西关 接着是这家店 什么都用煲上的 汤用煲上 饭用煲上 菜用煲上 大家和我一起说 香得很凄凉 最香是它 先吃这个 咳咳黄脸煲 表面敷了一股咸蝦醬 咸鲜鲜鲜 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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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 这是我没试过的 煲的方式 我吃虾 这个好酥 很多蒜蓉 煲完后 香味全都出来了 而且它会比普通蒜蓉 蒜蓉蒸 它会多了野味 好吃 这个我好喜欢 油盐煲仔饭 但上面都有些珍贵的 虾米 和看上去好像是瑶柱 尝一下 瑶柱和虾米调味之后 甘香味 变得很大很大 海味的鲜味 好香 我自己来来做做饭 为什么叫做饭 好香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分享